导导 佳佳 我爸爸要离开我和妈妈了 什么 远远 你是不是发现什么事情呢 是的 昨天晚上睡觉前 这么晚了 爸爸在和谁想电话呀 我要完成最后的准备 三天后就走 保证骂迷失 啊 爸爸要走去哪里呀 至少 今天一大早 我看到爸爸背了一个黑色的大背包 没跟我和妈妈打招呼 就悄悄出门了 我吓死了 就又悄悄跟着他 最后在停车场旁边 我看到他和一个陌生叔叔 神神秘密的胖童说话 然后他就进到停车场一直没出来 所以我觉得 爸爸肯定是在和陌生叔叔密谋离家出走 你妈妈知道了吗 不知道 妈妈还在睡懒觉 那快点去告诉你妈妈吧 不急 我们先去停车场看看 恰恰 我爸爸在那里 你爸爸在往车尾箱装东西 这么快就装东西了 衣服 水 吃的 连雨伞都带了 这些都是外出的标配呀 我知道了 肯定是因为这几天爸爸妈妈吵架了 所以爸爸才想离家出走的 连雨 昨晚你听到爸爸说的是三天后走 对 我听得很清楚 那我们还有三天时间阻止爸爸离家出走 连雨 你回家后先把爸爸的驾照藏起来 对呀 没有驾照 爸爸想走也走不了 嗯 然后你要乖一点 不要惹爸爸生气 明白 对了 你还要想办法让爸爸妈妈和好 好的 等一下我就用我的零花钱给妈妈买一束花 吃的可以 我爸爸每次惹妈妈生气 都是买花红舞妈妈开心的 嗯 你现在赶紧趁爸爸还没发现先回家 你电话联系 好 孩子都比你懂事 都知道送花红舞 嗯 老婆 是我不对 哈哈 嗯 加强 爸爸妈妈 你好了 太好了 假照拿到了吗 拿到了 我等下都藏到我的书包里去 很好 接下来就等第三天的到来 第三天 爸爸 我不知道你的驾照在哪里 哎呀 这可咋办啊 唉 只要爸爸不离家出走 就算知道了被打一对也值了 唉 找不到驾照 今天的家庭旅游就泡汤了呀 啊 家庭旅游 对呀 我前几天不是跟你妈妈吵架了吗 小赵旅游带你们出去旅游 幻游和一下 我才找同事悄悄策划的 哦 原来小区 牧师叔叔是爸爸的同事 嘿 爸爸 你 家照在我的书包里 嘿 嘿 你这小丫头 藏我家照干嘛 好尴尬呀 嘿 要不要告诉爸爸真相了 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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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